POP 抢先报 这个两年前也不是专门 专门做这个body building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后来他突然变成 而且一开始听说 他是很懒的 连爬楼梯都很懒的一个女孩子 变成现在全身都非常的健美 而且一开始做这个事情就上瘾了 而且还出了书 对这本书叫做贪完美 这个玩是好玩的玩 不是说我们很完美的玩 但当然这个是有两层的意义 可是重点就是很多人说 运动好累啊 他要教你其实玩就可以玩出运动 就是茉莉的享受速身书 我们欢迎茉莉 大家好你们好 茉莉啊所以以前你的朋友 看到你的转变应该会大吃一惊吧 对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形象嘛 对不对 对尤其是看到我出一本运动书 他们都说天哪 你应该是要出那种美食啊 或者是漂亮的 结果没想到你出了一本这个运动的 然后他们全部人都说你是谁 因为就像刚刚正哥讲的 你连爬楼梯都懒啊 因为以前运动跟我是八竿子打不着 就是我是那种在大学时期 叫我跑那个课嘛 然后叫我爬楼梯 我都说不要挖大电梯 然后体育课我是那种最不想上的 对可是没有想到 那怎么转变呢 他就是古龙描述的那种主角 能坐着绝对不站着 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他属于是在沙发上的potato那种角色 对然后看电视 对 然后呢然后你很胖吗 不然为什么会想到要这个健身呢 其实我也没胖过 应该说我以前 其实我我在这个圈子 我对自己还蛮没有自信的 蛤 在这个圈子 什么圈子 就是这个演艺圈 因为以前 因为其实我本人 我本身的骨架比较大 那我稍微有一点点肉的话 我上镜头会看起来很大支 那你也知道台湾演艺圈 其实每次都说啊 一白遮三丑 然后不然就是要很纤细的女生 会比较吃香 所以我以前就觉得说 我是不是要跟他们一样 别人才会觉得我漂亮 然后我就是试过很多NG的减肥方式 我以前就是不吃 然后可能一个礼拜 一天我只吃一根香蕉 我也试过 哇 我就为了要瘦 NG就是no good 对 但是其实这样的方式是很不健康 然后我整个人也很不快乐 对 所以就是一直错的方法 那直到有一天 我有个好朋友 他开了一个健身房 然后那个时候我很迷惘 他就跟我讲说 那你要不要来运动 其实我觉得可以改变你 所以我就去了 那一开始我只是很肤浅 觉得说 好那我就瘦 我想要练马甲线 为了练而练 所以我没有把运动融入生活 那其实那个时候练起来 也没有这么得心应手 那真的把运动融入生活之后 然后你的心态转变 你才发现说 原来我因为运动 我找到另外一个新的自己 因为莫莉踏进演艺圈 她从小就立志说 我就需要进演艺圈 我要当明星 那可是进了演艺圈 才发现 大家都要那么瘦 但是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 刚才我讲的一句话 运动融入生活 对不对 那怎么做呢 其实我觉得你不要想着说 我今天像很多人 一开始会问我说 我想练翘臀 我要怎么练 可是我会回答他说 你不是说你想练翘臀 你就会练得出翘臀 你不能只是针对局部性的 你一定是要全身性 而且运动还要配合你的生活 跟你的心态都很重要 所以一开始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对 就是你不要想单独变成 这么翘臀针 对不对 对 不要想那么多 所以应该想的是说 我想要整身的身材都很好 对 尤其臀要特别翘 对啊 没错 你以为那个 那个 珍妮佛罗卑茲是单独练皮肤 好可能吧 就每天在那边练圣针 对啊 不可能对不对 OK 好 可是你说心态 所以心态要有这种正确的心态 那生活呢 它配合生活 生活要怎样 像是饮食 还有作息 哎呀 很多人一听到饮食就说 你不要跟我抬那个 少吃多运动 我也知道啊 对啊 那我还听你讲吗 对啊 没有没有 其实不是少吃 是吃对 哦 对 像我老实说 我运动 我真的没有少吃过耶 而且我可能一天六餐 但是我都吃对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我在魔鬼训练时期 我要降体脂 我可能就是吃一些 比较健康的 那有一些 当然是那种炸物啊 油炸 你不能碰 还有宵夜是禁止的 对 除非你可以吃一些 比如说你就用一些 食谷米 或者是一些健康的淀粉 来代替一些 比较不健康的 可是 可是莫莉 你说宵夜是禁止的 可是你一天吃六餐 也就是说 你说几点以后撑住的宵夜 晚上 差不多 我觉得是睡前两个小时 就不要再吃了 对 就先忍住 所以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吃 比如说我如果十二点 睡觉好了 你十点以前 就要把所有东西都吃过 对 没错 那如果有人是半夜两点睡 他十一点 十一点到十一点吃可以吗 所以我是建议说 如果你有在运动的人 你也不要晚睡 因为只是熬夜 你的肌肉会长不好 哦 对 而且如果说你常运动的人的话 因为你肌肉一直在 肌肉一直在消耗 你会容易饿 对 对不对 如果晚上太晚睡 你就会吃焦夜 对 可是问题是有人说 这种吃的好不好 一个是有没有饱 那你说 有有有 我一天吃六餐 我都吃得很饱 可是有人就说 问题是你说 那些炸物就是好吃啊 那会不会虽然吃得饱 可是不好吃 可是其实我觉得不会 因为像我的书里面 其实有分享很多健康的饮食 那大家可以去翻一下 就会发现说 我的食谱其实真的都非常好吃 然后我吃的甚至是很丰富 像我真的有很多的买我的书的朋友 回来跟我讲说 他们真的有按照我的食谱去做 然后他们养成了很健康的饮食习惯之外 然后他们也觉得都吃得很饱 很满足 他的食物看起来都很不错 很像餐厅的料理 不是那种吃下去就会觉得 我的人生为什么这种悲惨这种食物 减肥绝对不是只有水煮 相信我 而且减肥绝对不要悲惨 因为当你觉得很悲惨的时候 你就撑不下去 你就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你就要想唱悲惨世界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来直播 我们要来示范 怎么样可以做哪些动作 在生活里头就很容易的做到 不用说我一定要特别去上健身房 不用说我一定要特别挪出多少时间来 专门怎么做 在生活里头 你就可以贪完美 马上回来 12点44分 欢迎回到九一七 在一起pop radio 台北都新闻广播电台 pop抢先报 我是张诗诚 我是汪永和 来到现场是艺人Molly 她的这本书 贪完美 这本书 她是她第一本书 因为她告诉你 怎么样可以轻松享受速身 什么轻胸了 轻松 而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脸书粉丝团 也要来直播 愿Molly要为大家来示范一下 不是 不是 好像一定得到健身房 你才能够健身 其实平常 不管你是在上班 或在家 在家里随时 对 就可以透过一些动作来帮助你 从丸中来健身 怎么做 来Molly 所以Molly 这个第一动要做什么 好 那我先教大家 如果今天你是在办公室里面 那就可以扶着你的墙 或你的桌子 就可以做提臀的动作 提臀 对 非常的简单 那首先呢 我们就是 比如说你的办公桌 你就这样扶着 扶着之后呢 然后你就站直 脚并拢嘛 然后有一只 可是可能要拍到脚 然后有一只脚呢 比如说右脚先的话 你就脚 脚尖往外 脚尖往外 往外 外八的感觉 对 外八 一只脚外八之后呢 然后直接往后抬 往后抬 你就会直接练到 你的所有 臀部侧边的这个肌肉 然后 你会非常有感觉 那为什么不是 可以直接往前就往后呢 因为这样的话 你会没有感觉 对 又和姐可以跟我试 你可以 比如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然后你脚往后抬 你会不会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对 对好 那这样我们把脚尖往外 然后你往后 嗯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瞬间觉得屁股这边很紧 对对 对 你这边呢就可以练我们这个 你知道屁股不是有那个微笑线 然后大家很想要 有点紧实的感觉 好 你就可以练这个 你知道 你知道我一低的时候 看到Molly的潮鞋而已 今天今天才在介绍 那个潮鞋 对 很贵的潮鞋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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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后你就往后抬之后 然后我们一边呢 通常是做15到20下 然后你再换边 那总共呢可以做3到5组 就是轮回 所以呢 通常我们就这样是一个趴 一个轮 对 那我们要试试看吗 我们这个 不要一直试 多教几个动作好不好 所以来 除了脚的之外 那很多人要 蝴蝶秀 拜拜 这个 蝴蝶秀的话 比如说 如果今天你们在办公室 你们可以拿一些 比较重的文件资料 或者是你们可以去买一瓶 那个大的矿泉水 然后你就这样子 比如说 好 这是一瓶矿泉水或一本书 你就这样子拿着 然后往后放 然后手不要打开 手要这样子 贴着你的耳朵 然后只有你的手臂这边动 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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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次也是15到20下 但是因为这样的话 我觉得一般人 通常你拿一瓶矿泉水 你会比较有感 那像我在健身房 可能会拿一些比较重的哑铃 会负重 你就会觉得手臂这边 就会比较紧实 对 没有没关系 那个用额因为他蛮有力气的 他会拿那个6000cc一瓶的矿泉水 不是 我觉得我们可以拿我们的麦克风来练 很辛苦 那再来再教一个是腹部好了 比如说你在办公室 你只要有一张椅子 可是建议大家要 不要拿这种有轮子的啦 怕滑动 就是你坐着之后呢 把你的脚 你坐尾端一点 然后把脚 就是抬起来 然后你就90度 然后你就这样子平稳住 hold住你的腹部这边 用核心 这样就可以练你的肚子 那如果你要在更进阶可以伸直 伸直hold住会比较难 那如果一般人一开始出界的话 你可以这样 那hold30到60秒 而且用核刚那个姿势 你要进阶的话 就把笔电放在腿上 开始在那边办公 hold30到60秒 这样子有没有 对办公 然后办一个小时下来 你就 你就 就身体 就再见了 肚子就完全小了 就不见了 对那如果大家其实 你空间够呢 你再放一张瑜伽垫 其实徒手的地板动作 也有非常多 对那你可能就是 单纯躺着 这样拍得到吗 躺着 然后最基本的是伏地挺身 你可以这样拱 拱起来会比较简单 然后用你的肚子力量 用力 然后往上 摸到膝盖 这也是另外一种 练肚子的动作 对 那也可以练你的腹部 了解 对其实都很简单 之前我有朋友教我说 其实我们每天刷牙洗脸 或者是 反正洗菜做饭 就是反正你需要站的 比较长时间的时候 他说你就 双腿并拢 然后 这个吸气 然后缩缸 提臀 这个会不会有效 你说就是要 那你要这边要用力 核心突然这样用力的话 其实你核心就在练 对 那如果你要站着刷呀 你想练的话 你可以施 你可以边刷 然后边坐缸 那个动作 就抬臀 对 对 其实都很方便 对所以我觉得 最好的就是 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的动作 你就可以顺便去做别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运动 想得太复杂 其实运动真的是一个 非常生活化的东西 对 但是哦 来我们先坐下来聊一下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麦克风 这样子举久了 也是蛮累的 好辛苦了 我看你的蝴蝶袖都没有了 哎没有 你本来就没有蝴蝶袖啊 哈哈哈 但是哦 就是说 你运动了多久之后 你有感觉到那个成果出来 其实我大概运动了 一年多之后才有哎 啊 我是在呃 今年的年初 我才觉得自己身体产生变化 因为他 因为猫里本来是 马铃薯一族的 对 对 可是我觉得 因为你本来就不胖了 嗯 所以可能那個效果都沒有那麼明顯 對 因為你知道嗎 像我知道 就是有些人 像我有一陣子是常上健身房去運動的 就你看覺到 你感覺到自己的改變之後 那個動力會更強 如果你動了半天都覺得說 還是一樣啊 沒差 你就會覺得那今天不去無所謂吧 對不對 對 我覺得如果你感受不到變化 就代表你做的還不夠多 啊 真的 是這樣齁 其實真的是啦 做完以後會那個 會那個 問候別人的家長 那真的就有效啊 我每天都在問候別人家長 邊做邊問 真的 所以你知道嗎 我每次上完健身房之後 我跟 大家不是講說 運動會使人有腦內飛嗎 我都跟我的教練說 當然會有腦內飛啊 因為運動完之後 我覺得太棒了 我們先跟直播的觀眾拜拜啦 我們先就這樣直播到這邊回去 好 所以 在那段過程當中 一年多以來 你覺得你自己沒有進步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很沮喪嗎 會 其實我 就是甚至會覺得說 好像都沒有什麼用 會很想放棄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一定 也會有這個階段 一定會啊 撞牆棋 對不對 一定會有撞牆棋 但後來我就 我會去詢問說 我的教練 為什麼我都沒有效果 那他們就會跟你講說 其實是因為 可能你哪個環節沒有 對 譬如說你飲食 或者是你的作息啊 等等的 然後他就說 那不然我們換個方式來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當你今天 你這個方式不對的話 那你就找一個重新開始的方式嘛 對 其實是沒有什麼絕望的 對 你就找個重新開始的理由 你又可以重新來了 對 Molly這本書裡頭 我還覺得有一個很實用的事 你知道很多人運動之後 他就是想要分享給大家 看看你現在 你看我現在的運動成果 對 包括很多人去路跑也是一樣 穿的美美的 然後拍張美美的照片 上傳給大家看 所以 他還教大家 怎麼樣拍照 運動的時候 會好看 對 我還教大家 因為我知道很多 現在是社群網站時代嘛 所以很多女生 一定會想要分享自己的成果 所以我就有教大家說 如果今天你想要拍出 更明顯的腹肌線條 那你可以怎麼找光線 跟怎麼找角度 對 光線很重要 光線非常重要 光線是影響你一張照片的一個根源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想要拍腹肌 你絕對不可以面光 因為面光它就整個打亮你的腹肌 就沒有線條嘛 它把它吃掉了 所以你要找一個自然光 或者是側光 頭頂光 有一些陰影的感覺 所以它的線條就會很明顯 Molly練的 從她的照片 你練的是結實 你不會說 把練的跟那個body beauty 練出那個整個肌肉這種 噢對對對 吃到不會 對 那個就不是一般女孩子會練的東西 對 那還有拍這個蝴蝶秀呢 怎麼樣讓手臂看起來 可以更纖細一點 那請大家記得 你看似一張很輕鬆的照片 永遠絕對不輕鬆 對 像比如說如果今天你要拍一張照片 你要拍就是擦腰展現你的蝴蝶秀 你就可以就是舉起來 可是記得都要用力 噢 你沒有用力拍跟一用力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像Molly現在手臂一用力的話 就感覺那個線條就比較緊實 對 可是我們用力是這樣嘛 一用力就是這樣 對 對 所以你要hold住 然後那一刹那拍 就會看起來更明顯 但是就是說你要練過 對 就是一般如果像我 用力跟不用力 只是大秀跟小秀而已 那 對不對 所以 因為我覺得Molly最重要說 你練過 練過以後要怎麼拍更美 這個是都要相輔相成的 沒錯 因為沒練 然後肌肉鬆垮 怎麼拍都拍不漂亮 對 真的真的 對 而且如果這個腹肌要好看的話 你還提醒大家 要從側邊拍 其實是比較好的 噢對 因為你側面的話 你不只是可以拍到你的腹線 你還可以拍到一些你的腰線 S的感覺 對 所以這樣的話會更漂亮 但是要用力拍的時候 記得臉 不要用力 噢對 對 你這邊用力 可是你臉還是要好像很輕鬆 不能很猙獰的樣子嘛 對不對 呃 如果你今天是刻意想要拍 你很 那你可以 但如果你是美照 還是要笑 你知道 我覺得 一開始運動的時候 還有一件就需要穿美美的 穿美美的 自己覺得美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說 心情很好 對 心情好對不對 所以 那穿搭也很重要嘛 是 像我書裡面也有 就是教 因為我知道很多女生都是不同身型 那有些女生可能會穿上運動服 會比較沒有自信 會擔心自己會不會腿看起來很粗 所以我這邊也有教大家說 你要怎麼 穿出你的優點 穿出你的優點 然後蓋住你的缺點的穿搭 我們簡單的講一下下 我們簡單的講一下下好不好 比如說臀部大的朋友 比如說臀部大的女生 你可以穿一些比較稍微寬鬆一點的運動短褲 對 或者是比較長板的那種背心蓋住你的臀部 這樣的話你就會比較有自信 因為你的缺點就被蓋住了 對 那如果是腿部呢 腿部的話 我其實建議 我其實 呃 放勸大家不要擔心你整個包住欸 因為有些運動的那種貼 貼腿的運動褲 其實是還蠻能修飾你的腿型的 哦齁 對 或者是你可以穿一些 稍微有點小寬鬆的短褲 這樣你就可以剛好把你最肉的那個大腿部位蓋住 哦齁 對 OK 所以貼腿褲不會讓那個線條 其實不會啦 你只要 不要買到那種就是 長度不對的 通常其實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嗯 不是啦 最終還是要練習啦 對 不然的話你 你如果 像我這個齁 買個貼腿褲就要像包壞的大腸間一樣 怎麼樣都修飾不了 我講真的 對不對 而且 不要試圖去 用服裝來改變自己 本來就很糟的體型 所以還是要透過後天的運動 對 對 不要說你穿美美的 然後拍了一張照片之後 然後就 再見姨媽 對 就不運用 然後還是回家躺在小房上 就說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已經拍了一張美笑了 這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運動 對 後面其他只是相輔相成 對 可以得到另外的效果 對 就是怎麼樣運動的好玩 就是Molly這本書要告訴大家的 是 很完美 非常感謝Molly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兩位 辛苦了 臨漫 搶先報 邱老府發威 天氣悶熱 晚如夏天 中央相局表示 今天到週五 因為太平洋高壓增強 水氣少 全台各地都是穩定的天氣高溫 可以達到33度 機關署顯示社區檢出流感病毒件數和流感重症通報 持續上升 今年公費流感疫苗開打近一個月 但是許多小朋友怕打針 一看到針頭就會哭鬧甚至暈倒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這個表示 暈針症狀是眩暈和噁心屬於心理作用 而且會傳染 護理人員應該謹慎處理 環節內容所定義今天熱騰的出竿的聯合晚報 待會請大家繼續收聽由Danny所主持的音樂123 POP搶先報節目 明天上午10點鐘 繼續跟大家再會 我是汪永和 我是鄭徐 明天見 拜拜 張芸珍 接下來請繼續收聽音樂123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